哪怕只有一个人 我也要唱给你听 歌手王力宏透过短短几秒的音档宣布要复出开唱了 他因为被前妻李静磊爆料出轨等毁灭是丑闻 演艺事业被迫中断 如今复工手上的宣传海报上 可以看到他已长卷法事人 这回再出发和民导知名经纪人邱立宽合作 邱立宽主导的宽于国际今天在脸书宣布喜讯 表示1月农历新年期间将会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首次主办售票演唱会 特邀王力宏演唱 这也是立宏近期首度公开曝光 演唱会场地可容纳4703人 确切时间在明年1月28号 宽于国际表示双方一直都有合作 这次售票演唱会早就定了 只是受疫情影响延后 和李静磊的离婚官司进行中 如今宣布开唱是否官司有了曙光 宽于表示跟王力宏只是工作上的合作 透露王力宏成集期间都在恋唱创作 演唱会主题名为 Wan Li Hong Wang 据一评新闻网报导 邱立宽表示 力宏现在不就是一个人 乐坛也只有一个王力宏 他那么爱音乐 为什么要剥夺他唱歌给在乎他 相信他的人听的权利 对于即将付出的心情如何 王力宏所属经纪公司则未回应 教权优惠